再回答腾讯,虧了三成,怎么算好呢? 如果虧了三成,可能都要有些耐性去等一等 因为明显地,如果你说ATMJ的时候 因为本身腾讯的基数会比较大 所以其实它用一成都不简单 你还说它用三成的时候 我相信短期来说是相当充满难度 另外也要留意Nespers南非大股东 持续地有一个沽货状况 之前我去看的时候,相关的消息 似乎330-350元之间会有一个支持 但现在看的时候,已经落到320多元 换言之,其实大市气氛比较疲弱 再加上南非大股东再进一步沽货的时候 令到股价可能不排除有机会是一个比较差的情况 是去回3月的位置 如果对应3月的时候,在低位都去回297元 希望不会有这个状况 所以现阶段就要留意着 300-320元 希望会有一个支持度 所以要有一个挨价的守候心理准备 短期来说,似乎没有很大的有因去提振 可能就会寄望8月去公布中期业绩的时候 会不会带来一些惊喜 对股价稍微有些反弹 但如果你说差3成多的时候 是考虑溝货的话 尽量在315元以下才考虑部署会比较好 对 JOHN